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在水一方的频道 自从疫情席卷全球以来 许多人纷纷将自家庭院改造成菜园,种起菜来了 尤其在封城期间,更激发了人们追求自己自主的生活 而我也是其中之一 只是像我这种没有花园,也没有阳台 只有窗台的人该怎么办呢 除了最简易的芽菜种植之外 微型蔬菜种植算是最好的选择 以前尝试过种黑豆芽菜 所以这次我想尝试不同的种子 我就拿家中现有的奇芽籽跟扁豆来做实验 首先我先将这两种种子浸泡过夜 然后准备两个豆腐盒 就是我经常在法拉圣买的豆腐 用完后留下的盒子 平时收集起来 此时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先这样子给其中一个盒子底部搓一些洞 然后再铺上一张纸巾 最好是这种未漂白过的咖啡色纸巾 再把这个盒子放进另一个盒子中 然后再撒上种子 均匀把种子铺开后再浇水 直到水从小洞口渗出来之后 再把外盒多余的水倒掉 再放回外盒 其牙子也是如法炮制 再把其牙子跟扁豆和叠在一起 放入一个不透光的塑胶袋里 前面开始这一段演示是补拍的 因为我开始种的时候并不抱任何期待 所以没有记录下来 剥的种子也不多 到了第三天 惊喜的发现种子萌芽了 我才想到要拍摄记录这一切 第四天 这是我每天换水的方式 我把水加在外盒 然后再将内盒上下左右移动 以清洗 将内盒拿起来 把多余水分沥掉 再把外盒的水倒掉 如此重复几次 再把内盒放回外盒 扁豆也是一样做法 最后将两副盒子叠在一起 然后放进不透光的塑胶袋里 可保持湿度并避免阳光照射 第五天 看到芽菜每天都在成长 激起了想把它们 拉拔长大的责任感 每早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观察一下 它们的成长情形 第六天的时候 我开始把洗牙籽跟扁豆 放在窗台 接受阳光的洗礼 在这之前所生长的就叫芽菜 这之后继续长的就成了微型蔬菜 隔天就是第七天 接触阳光之后的叶子 转变成绿色了 第八天 这个扁豆已经长得又细又长了 而齐鸭子应该是因为太细太长 站不起来吧 应该是采摘的时候了 其实要在齐上加种 才不会长得这么细长 就收获这么一点点 因为是实验性质 种的不多 微型蔬菜营养丰富 且营养含量比成熟蔬菜高出数倍 又过了六天 扁豆被剪的圆柱又长了新枝 就这样又继续采摘了好几场 这次的种植实验算是成功 今天就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记得点赞留言分享 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订阅哦